中共病毒肆虐大陆 粮食安全呈大众关心的问题 大陆多地要求农民确保重粮土地 保证水田只能种植水稻 已经种植了其他作物的全部产掉 路透社周三独家报导指 在去年的香港反送中运动中 有4000名中共武警曾混入香港警察中 在前线一起观察香港的民间抗疫活动 继中国多地监狱爆发中共肺炎疫情后 各地监狱实行了全封闭管理 涉及30万狱警 目前他们已经被封闭在监狱40多天不让回家 分析认为这背后释放的信息不一般 很可能很多狱警已经感染病毒 有维权人士说监狱超高的人口密度 恶劣的通风条件 使狱警犯人都成了中共病毒的潜在传染源 中共肺炎祸害全球 中共官方试图推卸罪责 散播病毒源于美国的阴谋论 引发舆论哗然 香港专家袁国勇等人 在香港《明报》上发表文章 痛斥中共才是病毒之源 但文章不久被撤稿 引发外界诸多猜测 19日香港立法会议员郭荣坑 发起你撤回我分享运动 要对抗被撤稿的无形黑手 金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